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今天还是跟各位谈一下老吴管理学 不得一二把这个晾出来 因为临时拿麻烦 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学习市场里面有一大堆叫做 黄中悔气瓦腹雷鸣 这个其实我说网民 网红 网民等于什么盲流 他盲目流动 他并不是真的需要什么东西 几个例子来讲 我曾经选举我们这一家里长 我的政见在这里 各位看一下内容 这是我们的家庭 我小的时候要练武 然后拿了这些证照 然后我要推行的这些活动 大家讲说你推行的时候 都是一些贵族运动 催打台 拉上花花带这样 这是要吃饱了以后才能做的事情 没错 但是呢 我把这个东西 包括什么飞行伞 包括骑马 包括风浪板 帆船 还有戏剧 电影 拍电影 还有歌仔戏 布袋戏 戏 戏曲 演奏 这些东西 这都是我平常的修身养性的东西 但是我今天谈的不是所谓修身养性 因为我最近开的报纸上 发现到蛮多产案 这些产案的发生 都是因为那些遇难者 他自己不懂得求生的技能 或者他旁边没有人懂得救生的技能 使得他最后就死掉 意外死亡 所以我把求生跟救生 我刚刚这个上面有秀一下 我的这个 救生员的教练跟裁判执照 还有水上运动的 帆船风浪板等等 游泳啊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 我自己是学工的 机械 那个背景的 但是我不是体育系 但是我常常会介绍运动 因为什么 运动就像什么 就是你要活下去 你就要动 活着就要动 不要每天坐在那边 宅在那个电脑前面 一宅宅几个机 像比如说 我也一天宅十几个小时 可是我晚上要睡觉以前 我先穿短裤 趁着夜深人静 没有人的时候 我出去跑 跑步啊 跑个一千公尺之后 全身流汗之后 马上回来洗澡 就这样子有寒流来 我一样也洗冷水澡 洗完澡之后 全身很舒服 然后睡觉 睡得非常安稳 这是我的作息 从小的做洗 那 那有的人会讲说 那你这些贵族运动 你怎么推行的 实际上 我出生在这个地方 刚刚是准备去建业南村 我在这个地方 从1955年出生到现在 62年 我就都在这里 我家一直都在这里 这个地方 学习任何玩意儿 一定都要有四个大要素 司法履地 我们这里全部具备 如果各位稍微有一点点sense的话 有一点点感知感觉的话 你就知道 司法履地都在这里 我这些证照放在这里 的意思就是 诗在这里 法在哪里呢 法在你要学啊 缴费学习啊 旅呢 你如果没有参加 你就不知道 这还有这些人 啊 这我下面放的这个照片 都不是我的 很多不是我照片 或者是我跟我学生的照片 就是因为这些人 他跟着我学习 啊 跟着我出外练胆 像比如说练习乐器 我们不在室内 我们直接拉到外面去 让人家看 你要不怕被看啊 啊 然后你才有办法精进 你有养成习惯之后 你以后在上场上 不会发抖 不会怯场 啊 而且在这个 像这边啊 这个奇袍美女 他学的时候都四十多岁了啊 他是 中文系硕士 这个文采丰富 啊 这个下笔如有神啊 绝对不是那些 那个 这个胡说 胡说烂盖的人 我都跟他讲是 要有底 也要有所本 本什么的 你会 你会那个本事 你会那像 大陆讲叫手艺 我们叫做玩意儿 或者是技艺啊 手艺是指的 专门指的某种工艺 那种叫手艺 手艺人 比如说你缝补薄皮鞋 那我 我突然会发现到 其实这些东西 人家讲说 这东西都是你的那个 业余的嗜好嘛 其实 未必见得 我就常常 因为这些东西 我的孩子 我自己 我自己的孩子 子女 从小我都教他们这些东西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嘛 以我自己来讲好了 游泳 先讲水中运动好了 我现在回想我们的童年 童年的时候 我们每天在水里面一泡就是三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然后泡到什么 这个手的指腹上一定都要起咒 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 这个起咒我最近我才知道 因为最近很多那些报纸上有的时候媒体会报导说 水里面发现到浮尸 法医来检定之后 立刻就可以判断他是生前落水还是死后落水 还有在水里面泡多久 他就根据什么 这个起咒 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 那个是西中平常的事情 手脚 那个外皮起咒 这就是 后来我最近我才知道 这还有一个 法医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名词 要叫什么呢 叫做洗衣服职业咒纹 这个真太有意思了 就说那个洗衣服人在那边洗衣服的时候 洗衣服的时候 他那个手一直泡到水里面泡久了两个小时之后 他就起咒 但这个是因为法医可能是有几百年历史 所以他用了这个名词 实际上现在的 你看家庭妇女要在做厨房的活的时候 他就戴塑胶手套 橡胶手套 他戴着 他跟水是隔离的 当然我到现在还不太习惯说 戴那个东西来处理食物 因为那个杆度消失了 这其实就像说那个飞行员 战斗机飞行员 他都要戴一个手套 背面是布的 前面是鸡皮的 为什么用鸡皮 鸡皮很软很薄 就跟你的手直接触摸那些操纵杆一样 那个手感完全一样 所以他用那样子的一个装备 现在我们画来说这个 我刚讲说这些活动全都叫做什么 都叫做求生技能 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什么劳动部门有什么就业职业训练 他们讲说职业训练很多人有把 像比如说我好了 我学那个3D的软体 就是用那个立体的画立体图这些东西的 那是因为我有很多的基础 我从那个从几十年开始 我就在在画画图了 然后机械字图 然后又画透视图又画什么 又会上各种各种技法 水彩什么油画我都会 那些都是这样像砖头一样累积起来的 金字塔是从底下累积上来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技能 我的知识技能 就像我们刚刚讲游泳 这个手每天都泡得起皱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 游泳我们还有一个经验就是 鼠膝部 鼠膝部就是大腿根部跟小腹交叉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所谓淋巴线发现 会起一个小肿块 小的时候我回家以后 我就跟我爸讲说我这边又起了肿块 或者是我爸爸帮我洗澡 他找到以后发现 发现到之后他也不会问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在军中 他们如果走长路的话 常常会这样 那叫淋巴线发炎 就在那个属性部的地方 腹骨沟的地方 会产生一个凸起 那个东西很容易治疗很简单 就拿点酒 直接涂抹在外涂在那边 然后他就会消失 点酒的功能 现在已经被慢慢被取代了 现在讲点酒 像以前要做的外科手术 全部都是要用点酒消毒 大面积的涂上 刮了毛以后涂上点酒 就是消毒这个要切开的部分 刚刚讲那个像比如说骑马 像游泳这个我已经介绍过了 那还有什么骑马 还有这个 像演奏乐器是没有危险性的 武术我都介绍过了 之前我也介绍过这个 这个刘兵 这是我的孩子 男生女生我是一样训练的 现在他们都快要30岁了 我们家女生比较特殊就是 除了会溜冰以外 他还会爬树 穿着裙子爬树 因为小孩如果不爬树的话 那他的那个潜能 野性的潜能都没办法发挥 这是我吴忠诚的教育方式 然后我们那个 其实有一些活动 孩子们他不见得领情 就像有很多家长 要孩子学弹钢琴 孩子就用各种的方式来逃避 有的时候假装生病 或是怎么样 甚至于戴着那个 机车安全帽在那边弹钢琴 就是他要抗拒嘛 因为那个家长不让他出去 跟别的小孩玩嘛 他就要抗拒 可是当他长大以后 他发现到 像比如说我们家中西乐器 两个团的乐器我都有 你要玩什么 你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玩 而且你如果不会 我马上可以教你会 我要引进你入门 之后你再自己愿意喜欢 你再专攻 像比如说这个 骑马来讲 我先来介绍一下骑马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那个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骑马 这是在台北的水源路马场 这地方以前在日记时代 叫马场丁 是枪毙人的地方 这是在转移 这就是练习障碍超越的一个 基本步伐 你要训练那个马的步度 然后这边就有 我骑马 这就是跳跃一个小障碍 跳跃障碍的一个圣经 然后这个是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 在深圳的石岩湖马场 那个时候我当一个副总经理 那时候我在骑马 因为骑马是从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的运动 这匹马是我包养的 这也是在深圳 我更早以前的二十几岁的时候 因为我跟这个马的缘分 不是一下子结起来的 是长期的这个 这也是我的训练的时候的一些照片 因为我自己喜欢 所以我就 这边是台北水源路马场 我每次到那边去都可以玩个半天 这个是后里马场 现在已经正式的结束了 已经不再做马场了 以前是骑兵的大本营 然后这个是 以前现代五项的马场在作营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拍的不好 因为这个 你要请人家帮你拍 临时请人家帮你拍 人家愿意就不错了 这也是 这也是准于马场 现在这个早就拆掉了 这都是历史成绩 所以 各位骑马 马上鹰姿 马上鹰姿 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因为我喜欢马 所以我连衣服上 我都自己画的 画了一匹奔马 这是我以前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的四号 厚里马场一匹白马 那个阿拉伯种的 顺便秀一下 我讲 讲的训犬 我以前的那个赌兵犬 就这个 这一支 后来 又要死了 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 我就 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能够继承 所以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 我就带他们去练习 这是我女儿 女儿 我女儿 我女儿 我儿子 我儿子 这用调教所 跑 我儿子 那小学六年级吧 小学六年级 五年级 我儿子 女儿 在马场拍 这是在淡水 先拍了一些 小片 学习起码 学习任何东西都有门槛 比如说我们先讲游泳好了 我们学习游 我们就会想到 我们在还没有 没有正式当选手之前 我们都已经在水里面泡了很多年了 然后那个 我们最喜欢 当时那些 正好因而吵很多人 我们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什么 就是游泳池 就是 有一个人 我们在面对的 背对的游泳池 有一个人把那个 在游泳池最深 拿一个石头 一个小石头 丢到游泳池里面 然后等到那个石头沉到底 那个底大概有四五公尺吧 等到那个石头沉到水底的时候 然后他再叫大家转过来 然后大家跳水下去 下去找这个石头 当时我们没有带挖镜 没有带面镜 就是靠肉眼 在水里面张开眼睛下去 下去浅 人家注意 在四公尺 大概不要到四公尺 两公尺多以后 我们的耳朵 就会因为水压的关系 会产生耳鸣 产生耳鸣的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排除呢 我们从小就知道 这是骨气嘛 就是把鼻子捏住 然后用力骨气这样 耳朵就 那个耳鸣就解开了 同样的 我们在飞行的状态之下 在空中飞行之下 因为压力差的关系 到高空的时候 100公尺以上 或者是 大概大概将近100公尺 因为跟地面的那个气压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耳朵也会产生耳鸣 产生耳鸣的时候怎么办呢 比如说你现在在开车状态上 还是一样啊 骨气啊 所以那些飞行员 他们都懂了这个东西 名称不一样 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术语里面 潜水的术语里面 就叫骨气 你后来训练到后面 你连手 你连手都不用去捏住鼻子 你就能骨气 你只要咽喉这边 这边堵住就可以了 它主要是要让那个气压 从耳朵里面 半规管这边挤出来之后 产生平衡之后 你的那个耳鸣就没有了 耳鸣是任何小孩都会 像我的孩子 他读小学的时候 带他们出国玩 坐飞机的时候 我就教会他们这个东西 在更小的婴儿 因为他不懂事 所以他 他碰到这种压力差的时候 他会哭闹 他不舒服嘛 因为耳朵一直有耳鸣 那甚至有一些 一些傻屌 坐了飞机下来之后 搞了一整天他的耳鸣 他都不知道怎么排除 这就是一种 一种东西 一种所谓的那个专业知识 到了一种行业里面去 或到了一种那个行家的手里面 它变成一个什么 common sense 一个一个 专业知识变成常识 这情绪就像我们玩乐器 玩乐器一般来讲 我自己 我自己把它分类成什么 缓吹 平吹 超吹 急吹 四种 另外在根据音色 还有一种是骨塞的吹法 叫做软吹 不骨塞的吹法 叫硬吹 大概就是这六种 这是我发明的 吴四 我要先跟大家讲 这是我发明的这个名词 同样一个把位 你可以吹出四到五个音 那你就 行家就知道嘛 它除了一个正音之外 其他都是什么 泛音 就像那个号兵吹号 那个号是没有活塞的 它就是要完全靠你的气息的强弱 然后就产生了 它全部什么 全部靠气息 这些东西要怎么样 怎么办呢 我们开始学任何的 这些记忆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用什么 用大脑去记忆 这个位置是 这个位置是 等到你熟悉之后 你看到菩萨 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个东西 就是原来是大脑在管的 学习的 等到你会 你熟悉练的时候 它就转到小脑去了 你关了灯 你看任何一个地方 你拿起这个笛子来 你就知道孔位在哪里 然后你就知道 这个同一个孔位 我要吹其他音的时候 怎么吹 该超吹 平吹 缓吹 急吹 你通通的了然如心 这东西就是 我们要学很多东西 有的人讲说 一多不压身是因为什么关系 是我们从大脑吸收进去之后 转到小脑去了 它把记忆的压缩空间 缩得很小很小 你看26个字母 英文字有26个字母 可是它有一大堆的智慧 如果你要去背 它是拼英文字 那你如果说你想说 像我们中国字 你就要一个一个方块去记 但是如果说你懂得 相形指示 会议行程转至假计 你自己也可以造字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 我今天讲说 为什么讲说叫求生 为什么不讲 它是一个就业的技能 或者什么的技能 我讲是求生的技能 其实你看你要就业 不就是要去找个饭碗吗 那不就是求生吗 对不对 你今天 好我今天在 我在我儿子在学骑马的时候 他得不到乐趣 因为我自己是因为有浓厚的乐趣 所以我就学骑马 学骑马的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最难过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轻快步 卡卡卡卡卡卡 然后呢你在上面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打浪的动作 一般那个你有跑步的话 他可以是用推浪 用滑浪 那个浪就是马的那个那个那个 在在行进间的时候 他在背的这个起伏起伏起伏 这个叫俗称叫浪 那你打浪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要 要配合他这个起伏 你要做上下 臣服的动作 然后你又不能 因为你的动作影响了重心 然后又不小心 拉住那个马的那个那个那个嘴巴 使得他要 要给他指令要他停 这个打浪的动作是很费力的 而且呢 因为你的那个 那个他的跑步 有时候他不舒服之后 他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的时候 他会自己自己就停了 所以你在那上面还真的是 那个那个 屁股在那个那个马鞍上面 是啪啪啪 而这个啪啪啪 让你很不舒服 有的人会觉得说 哎呀 骑着马想吐 或者是那个搞完都被震的快 挤的快破碎了 痛得要死 然后有的人是骑马 才骑了这个 两分钟 那马一走他就害怕 因为他平衡感不够 他马上就想下来 这这类情形很多 就是你有钱你也没办法享受这个 这个乐趣 那我的孩子就是 当然去叫他去学骑马 那是我花钱嘛 你只要学 像我当年是自己挣钱去学骑马 情形不一样 因为有些东西要从小培养 那我儿子就曾经跟我反应 就说 他说 干嘛要学骑马 我说你现在是因为你打浪不舒服 你还没有得到要领 所以你觉得说 学这个没有意义 我就跟他打个比喻 我说现在好 现在如果在战争场面 后有追兵 你前面是山路 你要往山路里面跑的时候 你前面就有一部汽车 一部摩托车 这两个车子都没油 你没办法发动 只有一匹马这样的 你怎么办 你现在要逃生 你要跑 你跑不过人家 人家骑着马来追你 你现在唯一的就是跟人家有个距离 你这个距离就是 你赶快上马吧 你会骑马 走了 飞奔了 你就活了 活命了 否则你就被人家追杀到了 我儿子说 哪有这种场面 我说你不要等到 有那个场面 勿领可而绝景 一未雨而绸缪 诸子自家格言里面不是讲的吗 所以我就跟很多人 会看到我以前在竞选里长的时候 看我的证件简直像一个 像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介绍似的 我说不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说你真的有缘的话 司法礼地都在 只是看你有没有缘分 所谓缘分就是 你命和吃粗饭 勿施铜锣面 这就是缘分 你没有那个缘分 根本谈都不要谈 那但是呢 这些东西每一项都是你的什么 救命的记忆 各位仔细看一下 我上面绣的那些东西 没有一项不是救命的记忆 我认为每次在学的时候 都会跟学员讲一句话 讲说 这些东西你现在用不上 迟早有一天 在一个异常状况 你会用上 或者是异类结盟 你可能有不均守之下 你把这个记忆用在另外一个地方 或者领悟了另外一个道理 那我就功莫大焉了 以上就是吴松城的老吴管理学里面 跟各位分享一个救命的训练 以上跟各位谢谢